摇怀表过来 切镜像 预判刀 哇帅气 但是这波人还是能救 我突然有一个知识盲区 这波 刚想说这波如果摇28点 大副会不会倒 来看一下 前九上来的话直接拍照 圆钉大副机球手加拉拉队员 这阵容打月色服还蛮厉害的 虽然说这个阵容没有补给能力 但这个阵容它打架能力其实蛮强的 圆钉机球手拉拉队员 三个人能打那个联动的 机球手这边直接过来保镜像 保镜像也行 因为即便是自己被挂了 说实话也能接受 但是他保镜像的话呢 就是自己队友这边也吃到伤害 然后他被挂了 待会被剪了那就伤了 主要看这边的队友 能不能 第二个队友找到了 好 呃 圆钉这边拆椅子 不给你挂这个镜像 走走走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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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过分吗 切一手过来 老练的约瑟夫 能不能找到这波 机球手的镜像 他在往目地方向走 目地方向是大副 大副有怀表 这个大副不一定能击倒得了啊 有怀表 转牌 骗出一个怀表 好像这里要等下一轮镜像了 要么这边直接交闪现 闪现一刀 打一刀也行 但打一刀其实 也就这样 拍照照啊 拍照照 这里的话 拉拉队员 哎 拉拉队员躲到地下室里面 约瑟夫这边的话 继续去找机球手方向 嗯 这波应该是打一个镜像双挂 哎 一个 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节奏对约瑟夫来讲 现在真的非常非常一般啊 他第二轮镜像 主要现在的话 球者这边的一个伤害 并没有能打出来 对吧 你看现在就机球手大副 这圆钉还没找到呢 圆钉躲在柜子里面 约瑟夫不太好排 这个镜像快要结束了 现在的话机球手 在独动方向 约瑟夫这里过来 能找到的人是谁 他觉得约他觉得机球手可能在目的方向 过来有耳鸣 有耳鸣 这个耳鸣会不会给他一个信号 就是你可能在这边摸 这个节奏不好呀 这个节奏非常非常不好呀 叫闪了吧 两轮镜像 说实话 啥东西都没打到 闪现开一刀圆钉 再拍照 再拍照 甚至这轮照给到求生者圆钉 来补状态的机会 哇 他们真的 补状态补的好快 然后完全不给约瑟夫任何机会点 减没减上 然后状态全部给你调好 这波约瑟夫 再不减到人 求生者就要发力了 为什么 或者说再不起节奏 当然这波很有可能起节奏的原因 因为求者下面的状态都不太好 因为破译加速了 求生者后面的密码机可就很快了 机球手这边的话 过来 打一手 那这样的话 机球手这边 大副也过来 想把这个 这个 想把这个机球手保下来 这样的话应该是稳定 可以捡一个机球手 手里面的话 这边 一刀 大副没有交出怀表 导导俩 不会突然这一波就崩了吧 密码机现在总量修了两台 这个密码机 穷者还没开始发力呢 给大副摇一个28层 让大副救人 好像也 也能想一想 这个剧本 这边的照页拍 手大副会好一点 我也觉得手大副其实挺好的 因为大副这边有怀表 摇怀表过来 切镜像 预判刀 帅气 但是这波人还是能救 这波人还是能救 这里的话 机球手牵制 大副 怎么说 感觉有人来偷这个机球手的镜像 我突然有一个知识盲区 这波 刚想说这波如果摇28点 大副会不会倒呀 或者大副倒了 能不能起 有没有观众可以告诉我一下的 这波如果说拉拉队员摇一个28层 大副能起吗 能的是吧 那刚才摇个28点会不会好一点 机球手这边也要倒 大副倒了 机球手倒了 这边挂上 密码机不够了 这一把就是因为大副刚才机球手 两个人双倒 倒完以后 局势突然之间反转 薄命期间不能咬 说实话这个还真的是我的知识盲区 这样的话大副挂飞 密码机 差很多 差很多 约瑟夫这边的话差点出车祸 现在的话 约瑟夫主要是他这波镜像 因为求生者现在密码机不够嘛 他这波镜像是可以打一个镜像双挂的 而求生者外面两个人状态不好 约瑟夫闪现捏在手 你不太敢过来去防他这波镜像双挂 他闪现一刀把你直接带走了 三个人 三个人在这边 全看见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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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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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应该是 彻底没了 我就挂你机游手 一球打开 人能救下来吗 救不下来 好 然后挂上以后闪现一刀 不着急 千九只约瑟夫还是厉害呀 有多少观众会跟我一样 就感觉约瑟夫已经崩了 我感觉他前面三波镜像 啥都没打到 大帅看看天赋 来 点个赞 点个赞 我们40万赞给他 哎呦 来不及了 40万赞等不到了 赶紧截图啊 飞轮 还要秀一波 转牌 票 一刀 漂亮 上来 不拍照 因为这边有耳鸣 他应该走到这边有耳鸣 所以他没有直接拍照 没有第一时间拍照 过来找古董商 先应该是耗一轮道具 还是说 也没有什么想法 就就就就 进个镜像 古董商这边 我自己的镜像 我自己保护 放开他 别瑟夫 拿这个镜像刷开耳机 感觉不转呀 等会儿这边野人是什么情况 啊 这你们玩的是 什么的一个东西 野人古董 两个人轮番宝 古董商赶紧走 古董商 不是 哦 那这边就是 就是硬保了 就就保 就让你挂不了人 再再打棍 人放下来 啊 这 这里的话 约瑟夫就要闪现 把这个古董商击倒了 从结果上来看 我觉得也不亏啊 真不亏啊 对吧 你密码机总共一台 我这边约瑟夫一个闪现 把你击倒了 香的一匹 保的很好 但是你这边怎么定 你得吃伤害 你吃完伤害以后 约瑟夫就闪现 闪现一刀击倒 古董商这边 而且棍子还浇了 浇了班 浇了班辣棍子 当时如果说古董商走 会不会好一点 野人在旁边 保一轮 那看一下 穷人这边救人怎么救啊 这边的话 野人已经过来 一刀打 好 人救下来 拉开 当然这波的话呢 由于古董商 现在其实是有很强的 一个自保能力的 这波不太能形成二挂了 约瑟夫这里的话 应该要去外面 重新找 重新找人 重新打了 这个古董商是追不了的 以求人者的这个配置啊 这个古董商 约瑟夫硬追 我相信这古董商 拖到密码机 修三台半之前 是不会倒的 约瑟夫这边的话 继续起镜像节奏 打一波镜像双挂吧 来看一下这边怎么选择 古董商也在这里 古董商也在这里 古董商 古董商 一棍扫空 完了 这波古董商倒地 大事情 这古董商是二挂 还能再挂一个调酒石 歇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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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这个局 就古董商那波倒地 其实调久时 不管他上没上挂 我觉得都已经不影响 这局的结果了 因为这个古董商 一旦被挂飞 穷者这边 约瑟夫再拍一张照 压住密码机的同时 打一波镜像双挂 游戏彻底结束的 这里是给古董商喝了一口酒 喝了一口酒 但是镜像结算 这个古董商也要吃伤害的 然后这边的话 把调酒时挂进地下室 外面勘探员起来了 约瑟夫重新守一波地下室 节奏上面来讲 确实是没有很舒服 但是毕竟求者密码机不够 然后他这波 看一下看一下 打一刀野人 打一刀野人 好这样的话 外面三个人全是受伤状态 救不了人 约瑟夫这边底盘没有交 技能捏在手上面 切个传送 再起一波 应该还是一个迎面 野人 其中 这局现在密码机还差一台多 主要是他们三个人都是一刀 没 约瑟夫手里有闪现 他只要闪现一刀 挂上人 应该就结束了 阿菲伦 哎呀 对 这波打完拍个照就结束了 虽然说中间那一波呢 古董商走了 但是大家注意啊 这波约瑟夫 其实 他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 他两轮都没有针对这个古董商 大家发现了吗 两轮 他只要去针对这个古董商 古董商 但凡溜起来 穷者其实是有机会能打回来的 但是他两轮都不针对 他都抓现有的一个机会点 让这边穷者其实非常难受 约瑟夫这边 看大远 死点先弹一手 人就下来 野人上猪 但这个机子总不能够了吧 看大远这边也一刀没 飞轮也交了 磁铁也是一块了 这边往前走 前面还是古董商 这里的话 野人的镜像还能挂上 野人的镜像还能挂上 这样野人在导 密码机回退 而且密码机就在脸上 求生者还没有放弃 野人还有自棋 古董商那边的密码机要修完了 修完了 主要这两个人状态调不了 这两个人状态调不了 看大远 古董商是个挂飞 古董商这边是个挂飞 而野人这边还没有起来 看大远要回去给密码机压力 对野人这边交自己以后 需要外面重新起一台密码机 他们要打三人开门战 路漫漫 骑修远兮 真的很远 而且真的很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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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 他们要走很久 约瑟夫再起一波镜像 这边的话 穷尸强起密码机 可以 强冲一波 你再打也打不了了 诶 这 哇 这一波是 这一波是预判了你的预判 约瑟夫 预判了 看大远一刀 打中古董商 野人这边上猪来补宝 约瑟夫这边顶金身 先把人挂飞 漂亮 我怎么的 先把这个人挂飞 野人这边是个焦自起 镜像回退 我当时以为他这边切尸长的 反手一刀 看大远 密码机能不能亮 其实我觉得挂上野人会不会更好一点 这边密码机 密码机 密码机 99 98 千九大神 十上八杀